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者的胸怀像水一样的清澈能够辉映万物 那么中庸里面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叫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那么这样的观点 他是认为人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也就是说人和万物可以一起来生长发育 可以与天地并而为三 也就是说人和万物应当和谐相处相得一丈 而不应当加害于自然 那么道家讲 狱中有四大而人居七亿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也就是说自然是我们效法学习敬畏的对象 那么道家认为人和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 这个本源就叫做道 人和万物是互相依存 互相依赖的一个关系 那么人类是不能够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 人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 顺应自然和自然和谐 这样才能够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发现了一个境界 感谢观看